大人 我两个姚孟孟 有两个姚孟孟大人 你想干什么 弄不清楚就别出了信 乾隆南巡天地会头目英子和汪海坤 分别换进扬州城密谋刺杀 结果英子被收到献报的蒋左领一网打击 没想到 扬州花魁姚姑娘 竟然是天地会的乡主 英子本是姚孟孟的孪师妹妹 认错人的蒋左领以为逮住大鱼了 赶忙跟阿克战汇报情况 老阿则有点纳闷 汪朝宗为什么要推荐他给皇上献衣 大人 我的探子一直盯着汪海坤 稍后当有汇报 今天晚上定能拿他们个人赃病货 大人 不能再犹豫了 汪朝宗这个人得马上拿下 蒋左领的意思是 孟孟是汪朝宗的黄颜知己 汪海坤是他的侄子 这两个天地会涉嫌刺杀 汪朝宗也有重大嫌疑 考虑到乾隆就住在汪家康山草堂 没有真凭实据不能贸然抓人 于是阿哥战只是讲称严密监视汪府动静 最咬尽的是给我抓住汪海坤 悲之灵命 然而 监视汪海坤的探子却意外被铁三拳放倒 海坤趁机逃脱 消息传来 阿哥战勃然大怒 汪海坤还没抓住 大人 探子还没有汇报 汪海坤送来精明小心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派双钱 我告诉你 你是在给自己找麻烦 大人 单凭这推荐姚孟猛现役 就足够姚死汪朝宗了 花音刚落 紫雪和孟孟就出现在二人面前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阿哥战和蒋左领都是一脸惊恶 但老阿很快冷静下来 不着痕迹地开始了盘 孟猛姑娘什么时候来的 下午就到了大人 时间不符 且有紫雪这个不在场证明 老阿很快意识到 蒋左领抓错人了 于是也只能假笑着先送客 孟猛姑娘 今儿晚上 我和蒋左领还有点事 就不陪你们了 紫雪 替我送送孟猛姑娘 救你神 二人走后 为了推卸责任 蒋左领脑洞大开 一口要电摇孟猛要分身数 大人 我两个姚猛猛 有两个姚猛猛大人 你想干什么 阿克战真是气不大一处来 当即就是一顿暴躁输出 什么两个姚猛猛 反正活生生的姚猛猛 就在我跟前 怎么回事 我早跟你说 我再提醒你一句 只抓天地会 别碰汪赵宗 大人 然而 暴躁老阿还不知道 刚才自己让紫雪送客的决定 差点让他永世致哀 第二天 众人继续排着乾隆游览寿西湖 趁着休息的时间 汪朝宗找到老阿 质问他为何派人监视汪府 阿大人这么做事有点卑鄙了吧 见对方企图糊弄过去 汪朝宗哪能允许 他非要阿克战解释 监视自己的目的 心中有鬼的老阿 只能使出托字局 老王不依不饶 阿克战为免去麻烦 还是把抓住天地会 女乡主的事情说了出来 没想到 汪朝宗听完反而更加不说 又是那个天地会 上次你弄个什么老妻 对我栽赃陷害 今天还要来这招 这样你再派人 到我们家仔细去搜搜 今儿咱不纠缠这事行不行 咱言归正传吧 老王 下午姚默默给皇上献议 是你推荐的 可不能有差池啊 你要是不满意 那就换个人吧 到了下午 杨州花回姚默默 带着一把琵琶如漆而至 而默默的出现 也让乾隆眼前一亮 不由的发出赞叹 就这身段架势 有宗师的感觉 香山局是说 有包琵琶半折面 也就是此番风度 既然人不错 剩下的就看曲子了 孟孟谈的是十面埋伏 是以楚汉相争为题材 创作的琵琶独奏曲 前半段的另一部分 孟孟谈的还凑合 节奏也比较自由 很好地渲染了 曲中该有的战争气氛 但是越往后 乾隆越发觉得不对劲 一律不齐 是乱于心 止了吧 皇上累了 乾隆知道 汪朝宗推荐的人 不可能学义不精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于是他让老汪 拿来了梦梦的琵琶 老头子拿到手 只拨弄了一根琴弦 就听出了问题 是出自琴妇 乾隆又翻过琵琶 拿着扳指敲了几下背板 找到砸圣源头后 直接掀开 一把特质的弩箭出现了 汪朝宗跪地不起 人使他推荐而来 如今出了这档子事 他百口莫辨 和珅经过检查 发现弩箭上全是毒针 刺杀罪名彻底作势 不过乾隆也并非那么昏忧 因为汪朝宗 实在没有理由行刺自己 这就是你举荐的扬州头牌 承罪该万死 让朕怎么说你 叫那个姑娘进来 那么梦梦为什么刺杀皇帝呢 原来他的孪生妹妹英字被捕 天地会众人求他帮助行刺乾隆 手无腹肌之力的 他自然是不敢的 可念给予妹妹的过往 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役的时候 他思绪紊乱 被乾隆察觉出破绽 令意外的是 知道前因后果后 乾隆并没有责怪 皇帝的怀柔直接让梦梦破防了 谢续紧张的他放生痛哭 乾隆也很有耐心的跟他讲起了道理 天地会只知道搞破坏 但是却没想过后果 这天地会呢 一心一意想着要杀朕 杀了朕 天下怎么办 怎么办 就会大家都起来 争作这个皇帝 届时汉人打满人 满人打汉人 打来打去 最后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打打杀杀许多年 死伤数也数不清的人 值得吗 梦梦摇了摇头表示不值得 只不过此时他心心妹妹和老王安危 求皇帝放过二人 并且表示罪责可以由自己一人承担 乾隆当然不会杀掉汪朝宗 不止如此 连他妹妹也准备放过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容 汪朝宗 臣在 天地会那个女贼 和姚某某是孪生姐妹 相貌一般不二 朕罚你 把他领回家去 好生管教 春秋责备 乾隆表示 英子还年轻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过他曾是天地会 也不能让他继续造反 所以 朕就把他赐给你为欠 乾隆的骚操作让众人傻眼 而他的理由更是有趣 女人嘛 心里有了男人 就想着相夫教子 就不会在外面胡作非为了 这怎么替朝宗 想出这样的好法子呢 好 好 你记着啊 人在你这儿 要是死了跑了 正为你是我 当时汪朝宗脑子嗡嗡的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自己明明爱的是姐姐 皇帝却把妹妹赐给他 如果拒绝就是抗制 那么 奉执那妾的老王 又如何处理这复杂的男女关系 这个咱们下期接着了